就是喜歡她很久了 不只會迷宮自己的女同學 男大生用影迷企圖迷婚前女友 竟然只是為了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被分手 但四小時落網還瞎扯是為了告白 今晚她第一時間落跑 但有人募集執政 加上她有道校卻沒進教室上課 行蹟可疑立刻被鎖定 之前有表白過 有暗戀跟愛慕之意 那上網購買影迷 根據了解兩人同班 曾短暫交往過三個月 男大生想追問分手原因 女方卻一直已讀不回 竟然上網買了一公升的移民分裝 為了對付前女友用掉一半 歹徒用移民迷魂被害人 因此橋段真實發生 但其實移民是管制品 一般人不亦取得 這邊有賣移民嗎 管制品 看你保護你再買 它的確是有麻醉功能 起初就有多少量去做實驗 剩下多少量都要上網做登陸的 移民是有機溶劑 無色但高溫易燃 只要有火星就會燃燒 靜電也可能引發火事 過去是麻醉用藥 也有人當作毒品原料取得不應 十年前也有犯嫌使用移民方案 民國95年4月 凶嫌侵入住家 用移民迷魂母女三人 再用瓦斯毒砂 反過程用手機全身轉播 戰進社會 而這次難道是用移民攻擊前女友 同校也發生過學長求愛不成 侵害學妹分屍棄屍案 大學生感情糾紛 喬不攏成了驚悚的社會案件 這難不做不到